哈喽宝贝们,最后一个卸甲视频来咯 这个呢是最普通的一个卸甲方法啦 第一步用纱条先打磨掉我们指甲上的一层封层 打磨顺序呢就是左右下 我个人觉得自己在家卸甲的话是不用在意什么手法 只要注意不要打磨到我们的肉就可以 把封层打磨掉之后就可以去包卸甲包 卸甲包里面的海绵朝上 然后去把它粘住就可以了 四五分钟左右取下 然后用小钢推把软化掉的甲油胶轻轻的推掉 整个卸甲过程呢我都没有修剪掉太多部分 只是做了一些调塑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一些新手宝贝会看得更明白一些 这两天我更新了一系列美甲的基础视频 那拿到工具的宝宝可以先看这六个视频 或者是去看我们网络般的长视频教学都是ok的 好接着说 推掉甲油胶之后用海绵抛去把甲面抛平整 我用的是细面磨损更小一些 如果说接下来我们不再去做款式的话 可以再用抛光条来把我们甲面抛光一下 如果还要继续做款式的话就不用抛 抛完之后用酒精片擦拭 最后再涂上营养油按摩稀松 就到这里啦 接下来正常更新款式 最后感谢大家对毛毛的支持 比心